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任天堂直面會在今年又迎來了一次的大爆發 但也因為有了這次的大爆發 玩家在興奮之餘呢 浮現出來的是滿滿的困惑 都已經確定會有新主機了 在這個時間點出那麼多遊戲 玩家到底是要不要買 因為會有個問題 這些遊戲在下一台主機上 還會需要再買一次呢 還是向下兼容 另外還花那麼多心思在Switch上面 新主機的護航到底準備的如何 如果準備不足 遊戲又能夠兼容 那麼任天堂下一代主機 會不會又再一次的在銷量上失敗 直面會的開頭與壓軸遊戲 似乎在中文圈中比較陌生 這兩款遊戲又為何可以拿到這麼重要的位置 他們到底在玩什麼 這些問題的浮現 同時讓玩家對於要不要買遊戲感到困惑 也對於未來要不要買新主機感到困惑 今天的影片呢 就讓我們花一點時間 來好好的聊一聊 直面會後的任天堂展望 遊戲主機向下兼容的問題 對於很多玩家來說 會直接影響的呢 就是接下來遊戲片的購買慾望 這件事情我在之前其實沒有到完全理解 在近期跟一些玩家聊過之後 我確實可以理解 如果新主機可以兼容原本的遊戲 對它來說 它就可以把舊的主機賣掉 去補差價買新的主機 這樣的回血對於這些玩家來說 會比較健康 實際上到底會不會兼容這件事情 在新主機消息正式推出之前 我也沒有辦法給出肯定的答案 不過確實可以透過幾個過去的消息 來對任天堂之後的規劃有個理解 對於各位來說有一個消息應該很熟悉 就是任天堂社長在2024年5月7號的時候 發了下一代主機會在一年內給消息的貼文 在那則貼文當中 是用Switch的後繼機種來形容下一代主機 關於這個發文 在財報之後的問答當中 社長就有被提問 主要是因為當年出WiiU的時候 就是稱呼為Wii的後繼機種 而Switch則是改成了全新概念的遊戲機喔 這題社長的回答是說 他認為用Switch的後繼機種 是最好的表達方式 也因此才做了這個選擇 這個回答在國外媒體的普遍分析之下 都認為任天堂在暗示 下一台主機整體的外觀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另外以繼任者的角度來看 相容的可能性就會很高 當年的WiiU啊就可以玩Wii的遊戲片嘛 第二個情報呢要把時間往回頭看 來到2023年6月23號的股東大會 在當時的股東大會上 任天堂社長有被問到關於監容的問題喔 其中他有一個回答有明確提到 任天堂目前的帳號系統 明天都Account相當成功 而這個系統呢 他們也會沿用下去 讓玩家在主機更換的過程中更加輕鬆 這個回答同樣 當時的外媒有分析 認為這也表示數位遊戲相容的可能性 另外從任天堂過去的歷史脈絡來看 任天堂除非主機在規格上有大改變 其餘的主機基本上都有很好的向下相容 這同樣也呼應了這次的直面會 這次要推出的遊戲量很多嘛 以表面的理解來看呢 任天堂顯然還想要繼續賣更多的Switch 甚至不惜影響到這些遊戲後續的銷量 但如果以確定新主機可以相容的情況來看 因為相容所以根本不用擔心後續遊戲限量的問題 等新主機推出了依然可以繼續賣 連續的消息看下來 似乎一切都有了連貫 一切都合理了起來 不過要是最終不能相容 我大概也只能問天了 我想有部分的玩家 對於能夠向下相容這件事情 是沒有疑慮的 但最大的疑慮就來了 如果可以向下相容 甚至繼續在Switch上面推出新遊戲 那似乎沒有辦法順利的 給玩家一個換代的理由 最終會不會因為換代不成功 導致新主機最終失敗 實際上關於新主機會不會失敗的問題 我在赤虎羽毛那個頻道有聊過 這邊就簡單針對相容的問題來做個分析 如果單看相容造成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是目前的遊戲在新主機上可以玩 這點的成立其實對於新主機沒有影響 甚至對於原本就已經推出的遊戲 還可以有後續銷量的提升嘛 真正會影響的是另外一種相容 也是PS5目前遇到的問題 那就是為了確保遊戲片的銷量 在新主機裝機量足夠之前 選擇新老主機同時推出遊戲 這就很有可能會導致主機的換代不順利 玩家繼續停留在原本的主機上 這點我個人覺得不用擔心 主要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任天堂主機的變革 雖然新主機目前是以SWITCH後繼機的名稱宣布 但依照過去的經驗以及任天堂持續申請的專利 甚至目前市場上出現的爆料 新主機在功能上還是會有所變換 也就是說會有全新的玩法出現 相較於其他遊戲機主要強化性能來說 任天堂是在遊戲性上也有所改變與提升 也因此可以很直接的排除了雙平台推出的可能性 不過第三方廠商的部分呢 這就要看到第二個理由囉 這點我想各位應該都有共識 那就是第三方對於SWITCH的機能 已經頭痛很久了啦 它是為了銷量才做最佳化 甚至是為了任天堂才做的 而如今既然有更好的 終於不用為了原本的規格去煩惱 對第三方遊戲廠商來說自然是好事 當然如果下一台主機的試占率很低 那第三方也不會願意支援 不過我認為下一代主機有好幾個不敗理由 由於今天影片要談的內容比較多 這邊我們就不花時間贅述了 幾乎可以肯定 新主機的遊戲不會在SWITCH上推出之後 下一個衍生的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沒有想要很急著換代 尤其是主機剛出的第一年 推出的遊戲還不算多 主機可能還有各種狀況 希望等之後穩定了才換 那手上的SWITCH是不是一時之間就沒有遊戲完了 我想這次的直面會可以安你的心啦 顯然即使到了主機壽命的尾聲 任天堂依然有為了這台主機 在遊戲的推出上去做準備 但如果你依然還會擔心 倒是有個滿有說服力的歷史喔 可以拿出來聊一下 實際上在過去 當任天堂推出新主機的時候 通常不會馬上就直接放掉原本的主機 以最近期的遊戲機來舉例喔 任天堂的3D也是 在SWITCH推出之後 還沒有做好收尾 但如果回頭看NDS 確實尾聲之後已經沒什麼遊戲推出了 但即使如此 在3DS推出之後 萬代推出的 爆漫王漫畫家之道 在2011年推出在NDS上 實際上到了SWITCH會有怎樣的發展 我不清楚 但以現在持續推出的遊戲量來說 包含長青的派對在內 我覺得即使不充首發的玩家 在擁有大量遊戲庫的SWITCH上 依然也不會感到無聊 不過這又衍生出新的問題了 沒有錯 真多問題喔 那就是任天堂這次的直面會 給出這麼多遊戲 尤其是給出了全新的薩爾達傳說 那麼新主機的護航沒有問題嗎? 會不會任天堂為了要充SWITCH的銷量 最終反而在新主機的遊戲開發資源上不足呢? 這點我在我做的問卷中 看到很多玩家擔憂 實際上我們就以任天堂本家的遊戲來看好了 薩爾達傳說 要說他做這款遊戲會花上非常大量的時間嗎? 我覺得相比於過去的薩爾達 那或許真的還好喔 主要是遊戲在模組的使用上 很明顯的沿用了芝夢島的模組嘛 以此框架去針對遊戲性有了新的發展 我認為這甚至不需要花到任天堂很多資源 是一個投資報酬率很高的開發 超級瑪利歐派對 實際上依照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 在一台主機上推出多款派對 那已經是任天堂過去的歷史常態了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正常的開發排程 密特羅的Prime 4不一樣的 開發時間很久啦 並且本來也就是為了Switch再開發嘛 冬奇剛歸來HD 老版本的移植在開發資源上 也不會真的有非常大的消耗 唯一真的能說有花上資源的 那應該只有 瑪利歐&路易吉RPG 兄弟七行 但有趣的地方是 這款遊戲大家都只知道 不是由原本的開發商做的 畢竟那間開發商已經倒閉了嘛 但到我完稿為止 這款遊戲的開發商都沒有被公開喔 就算要擔心動到資源 你甚至不知道 誒 動到了誰 這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實際上認真看過這次推出的遊戲 任天堂很好的做到了取巧 讓玩家有足夠的震撼 讓接下來有足夠的遊戲 但他們卻沒有真的消耗掉很多資源 或許這也是只有不追求畫面的任天堂 才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這次的直面會對於中文圈玩家來說 其實還有個疑問喔 那就是對於開場與壓軸的遊戲感到困惑 有不少玩家過去其實不認識這兩款遊戲 更不清楚實際上他們在市場上的價值、定位 這邊就簡單的針對這兩款遊戲 介紹一下它的有趣之處 以及它過去的成績 剛剛有提到 《Mario & Luigi RPG》 這款遊戲不論是新老玩家都有疑問喔 新玩家的部分不認識它 而老玩家則是對於製作人 與製作組的更換感到擔心 我們就先從開發商的部分開始說起 這款遊戲原本的開發商為日本的Alpha Dream 這間遊戲公司那就有趣囉 2000年成立的公司 公司成立的初期 員工基本上都來自於當時的 史克威爾 甚至包含了當時的史克威爾前社長 水野哲夫 欸你沒聽過他? 那這次直面會上出現的 《復活學生2代》的重製版本 當年原版的製作人就是水野哲夫 初代的《瑪利歐與路易吉RPG》 製作人就是黃金陣容水野哲夫加上公本帽 在RPG黃金年代的時候 由RPG大廠出來的員工製作的RPG遊戲 相信各位可以理解 這款遊戲它的優秀 初代在IGN上獲得了9分的高分 也因為這間公司本身有著豐富的RPG歷史 但因為破產倒閉 新作由誰來開發就讓老玩家感到擔心 根據國外的主流討論 目前指向兩間遊戲公司 分別是2021年被任天堂收購的 Next Level Games 以及協助任天堂重製過多款遊戲的Gressel 前者在RPG的開發經驗上 比較沒有那麼豐富喔 大家熟悉的遊戲包含了 《路易吉洋樓3》 《瑪利歐激戰前鋒戰鬥人賽》 整體的強項在動作類 而後者在RPG的經歷上就很不錯了 執行長偶的知名代表作就是《聖劍傳說》 另外任天堂之前的《彌陀邦》 也是由他們負責 不過不論是哪一間來作 其實或許都不錯 這就要說到這款遊戲的玩法 也是新玩家比較在乎的 經歷過《超級馬力歐 RPG》 《紙片馬力歐 RPG》 如果這時候再說 遊戲在回合之中加入一點互動 相信各位可能也有點膩了啦 實際上這款遊戲跟紙片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大幅度的強化了遊戲當中的動作要素佔比 遊戲的特色就在於同時控制兩兄弟 是真的要直接透過不同按鍵分別控制兩兄弟 而不是單純的輪流攻擊喔 除了個別的能力之外 還有合作招式 這些招式的應用呢 在遊戲中要操作的部分就真的多了 玩起來非常有趣 值得一提的一個重點 是在過去的版本中如果兄弟兩個其中一個的血量歸零了 那另外一個在下一個回合 需要把兄弟背在身上喔 速度變慢重量變重 遊戲中加入了很多這類的小巧思 這也是我自己很喜歡這款遊戲的一個地方 也因為遊戲中大量的動作要素 我才會說由剛剛兩間公司誰來做 我認為都可以期待 最後提一句喔 這款遊戲的音樂製作人 過去都是交給夏村楊子負責 不認識他的話 他的音樂代表作包含快打旋風2 王國之星全系列 在音樂上也真的很值得期待 相比於比較多人期待的RPG 作為壓軸的密特羅的 Prime 4 Beyond 那就真的有點尷尬了 本身第一人稱的玩法搭配上看起來像射擊遊戲的玩法 在預告中就勸退了不少玩家 甚至有玩家感到疑問 為什麼這款遊戲可以作為壓軸出現 就讓我們簡單的看一下這款遊戲 他所創下的成績 首先我們就先從大家困惑的第一人稱開始說起 由於整款遊戲的呈現 給人的感覺就是第一人稱射擊喔 這樣的玩法確實對於普遍的任天堂玩家來說 比較不習慣 很多玩家會以為當年開發這款遊戲 完全是丟給歐美工作室 針對歐美玩家的喜好來開發 確實以商業的角度來看是這樣沒有錯 但實際上密特羅的 Prime 當初本來是要做成第三人稱遊戲的喔 而要求要改的人一點都不歐美 它是公本帽 公本帽在看到第三人稱視角的遊戲版本之後 他覺得這會有個問題喔 因為遊戲中有著大量的解謎要素 而這些解謎以第三人稱來看太過不直覺了啦 也因此當年的公本帽大手一揮 奠定了這款遊戲第一人稱的基礎 而另外一個令人困惑的點呢 我想就是關於射擊類遊戲的部分 如果你去看各家媒體給這個系列的分類 其實都不是第一人稱射擊 而是第一人稱動作 實際上這款遊戲雖然不是本家開發 但確實有著本家的血統 那就是把市場上的遊戲做成創新的樣子 密特羅德Prime系列把困難的戰鬥留給了BOSS戰而已喔 遊玩的過程中真正享受的是如何找到出路 沒有錯 2D版的密特羅德當初之所以會做成這樣的形式 就是融合了馬力歐加上薩爾達的要素 而3D延續了這樣的精神 讓玩家享受於在地圖中的解謎 遊戲的中心思想呢就是把射擊這個元素喔 做得非常重要但很次要 而這就是從預告中無法完全理解的密特羅德Prime 如果你沒有那麼不喜歡第一人稱 單純的不喜歡射擊遊戲 那或許這款遊戲你依然還是可以嘗試看看 密特羅德Prime在初代的時候 就創下了很多的成績 例如喔 它是NGC上最熱賣的遊戲第6名喔 例如喔 它在Metacritic上維持著超誇張的97分 而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 它的熱賣與在歐美的熱門 讓它成為了這次直面會的壓軸 關於更多的詳細資訊 要是大家有興趣 未來要是有機會再來真理分享給大家 實際上一路看下來喔 其實我個人完全不擔心 任天堂接下來怎麼辦 在很明顯的看出 他們做出了很厲害的資源分配之後 我反而覺得有一件事情 玩家們真的可以期待 那就是下一台主機的首發遊戲喔 很明顯的 任天堂這次沒有動到太多的資源 但就足以創下紀錄 足以讓玩家們感到開心 那真的花了大量資源的首發遊戲 這一次就是接下來這個世代 任天堂還會帶給我們多少驚喜 各位不覺得期待嗎 以上就是針對這次直面會後 比較多玩家在討論的話題 做的一點簡單整理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這邊也很好奇喔 各位會擔心 任天堂下一代主機的成敗嗎 成敗會影響你買新主機的意願嗎 另外對你們來說 不能兼容原本的遊戲片 最大的困擾是什麼呢 面對新主機的首發 在遊戲上大家又有什麼期待呢 都歡迎留言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這次的影片 Talking看看